用一块芯片我们构造了一个累脑自行车 像人一样可以探测感知 过障 避障 云理解 还有能够自动控制 那么呢 这就实现了一个像脑一样的通用智能的一个雏形 这个技术呢 可以很容易地被应用到像无人驾驶 像无人机 智能 机器人这样的应用 同时呢 它也可以为互联网产业提供高算力 低延迟 高计算力的这样的计算技术和系统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